我去找郭董又是問一下這種財經理題 中午是吃素的 因為平常我自己吃完都吃素的 那為了這個還特別煮素菜 不用吃 中午的時候是不是有跟郭台銘一起來用 才是他邀請您嗎 然後有沒有吃了什麼或者是談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想要問說 就是因為復密昨天有在節目上說 現在郭科佩已經沒有可能 那接下來是會用像之前一樣 要不分區納入郭董推薦人選 這樣子的方式來做合作嗎 哪個問題是先 今天早上在葫蘆市的活動 郭台銘董事長有在說現在日幣貶值了 後來我想說中午還有空 我再問他說那個日幣貶值 台幣是要怎麼營運 所以他就開始跟我講 那個日幣貶值 對這個台中的經濟機械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那個如果這樣漲多少 油價會漲多少 就開始跟我上課 所以這個也沒有什麼 這個有時候 有空我去找郭董 就是問一下這種財經議題 中午是吃素的 因為平常我平常自己吃飯都吃素的 他為了這個還特別煮素餐 就用吃 他還要來 這個這樣啦 我倒覺得這樣 人體的資深交往 不要以為老師都不定要什麼 齒味交換 什麼什麼 騙 不一定 有時候 有時候常常是這樣 人體的之間 都談幾次 後來就開始 開始會變朋友 那就開始會用動物器 對不對 在於我到之前 聽說比次已經換個七次 我去的時候 他沒有換個第八次 後來換第九次的時候 我換個台詞壁 你幹嘛 你人在幹什麼 那還是這樣 我覺得 我只看到那個 國民黨的那個 台北市黨部主委 在那裡 把我打 他來打起 後來就 我就不可能 我說這個已經 已經到第八次了 最後不言在第九次了